我这次会先把你要普卦的基础把它弄清楚 你懂得益经的道理,普卦对你是有好处的 你不懂得益经的道理,普卦对你绝对是有害的 我很少用绝对这个字,因为益经是不存在绝对的 可是,我就是表示我的诚恳 没有弄清楚以前,少去沾挂,太危险了 因此,我们第一个单元要讲的是什么? 就是益经不只是为了趋吉避凶 因为太多人一听到已经,哎呀,趋吉避凶 我跟你讲,趋吉避凶就是投机取巧了 敏南话讲最好,有好处的金总来 那就算什么人了 一个人如果说有好处的外面三个人总来 他的价值在哪里 你看这有多大的错误 举吉避凶 用现在的话来讲 叫做非常low end 你看西极避凶的层次非常之低 所以这个翻得很好啊 low end翻低端 敏南话叫做假low 一样的道理,完全一样的道理 本来就假low 人怎么可以骑吉避凶 我呢 应该做的事情 哪怕给我太大的困难 哪怕给我造成太大的伤害 我该做的,我就去做 这才是人类的 这才是人类的